一起17岁高中生 被撞之后还被拖行好几公尺 最后不幸抢救不治的一起车祸 调查下来发现到 开车撞到高中生跟他爸爸的 是一位36岁的海军女士馆长 昨天他是去高雄左营基地上课 下午准备开车回屏东 过程中疑似精神不济 他一开始就经先撞到 两辆等红灯的机车 再冲撞到这一回命上轮下的高中生 骑士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时 整个人突然被冲撞倒地 另一个早度来看 后方这一台轿车没有减速 反而是一路往前爆冲撞了上来 一场车祸让一名高中生生命 就此划下句点 死者是年仅18岁的无姓高三生 爸爸去学校接他下课回家 没想到父子孔子天人勇格 妈妈得知二号崩溃痛哭 家属通心无法接受 而让吴爸爸遗憾的是热爱篮球 还是学校校队的儿子 近两个月就有一场大型比赛 但如今无法完成了 这起意外发生在左营区 三十六岁的海军女士官长 疑似精神不济 撞上停等红灯的两部机车 又往前冲撞了另一台车 导致其中18岁的无姓高中生 不致死亡 事发之后 尽管军方有来慰问 强调会负起全责 但一场车祸粉碎了一个家庭的天伦之梦 一名正在发光发热的高中生 人生也被迫中断 华氏新闻校圈 陈信仁 徐立森 高雄报道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